你知道的吧 如果没有彼此 他们俩的人生将走向最黑暗的方向 就算死掉也不奇怪哦 我明白了 其实对你影响不大 大不了我把你丢到另一个世界 我会保护他们 不是因为担心我自己 而是因为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所写下的共识 我有预感 骆千语一定对我动心了 真的吗 许阳你真厉害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今天我帮了他那么大忙 而且 他不是还向别人介绍我吗 嘴里说着讨厌 心里却觉得我比较可靠吧 哼 女人 对了 今天那个的页面做好了吗 做好了 不过 有什么事吗 听说 你在学校组织了一些小游戏 父亲 你是我最完美的继承人 游戏可以 但不能玩物丧志 毕竟 一直被关在这座岛上 太无聊了嘛 你以前那没出息的样子 不要再让我看到 放心 我一定会以最让你满意的姿态 从这里毕业 许阳 又是伯父 没事吧 漢云会被骂一通 没想到他一点没变 只要表面完美光线 不管私底下多么丑陋恶心也不在乎 没人对我们指舍画脚正好 赶紧把猎物选出来吧 今年的猎物已经确定了 竟然出了这种意外 清清 你没被欺负吧 没事了 幸好有贵族部的学生帮我 他们人真的好好哦 那你是碰到好人了 听说这学校有几个贵族子弟千万不能惹 叫什么来着 对了 有个叫骆千语的千金小姐 好像在女生中很霸道 还有 太巧了 帮我的女生就叫这个名字耶 还有两个叫姬绪羊 和秦绪羊的男生 啊 等等 你是说 你见到了传说中第一贵少爷 是不是真的很帅 和他说上话了吗 听说脾气不太好 你们怎么这么兴奋 你进这所学校都没有做过功课吗 他可是这所学院里最有价值的男人 就连学院所在的这整座的也是他们家的 简直是超级败骂王子 什么时候能和他说上话就好了 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 静静 你在发什么呆 快走了 马上来 错了吧 我是笨蛋 昨天竟然光顾着男女主 忘了问那么重要的问题 好巧 又遇到你了 不介意我坐在这儿吧 嗯 好 这个家伙 和秦浩宇到底什么关系 下次要逮到命运 又不知道后年马月 我发现 你每天的表情都好有趣啊 这可是 嗯 课堂笔记 整理了后面的剧情 还是别给他看到了 你和继续杨 是在交往吗 你没事吧 刚好像在你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不过 这个问题有这么吓人吗 根本是超级惊恐好吗 我和他 宇宙毁灭都绝对不可能 可是 我之前有看到传单上面写 假的 统统都是假的 那你有交往对象了吗 没有 太好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该回宿舍了 咦 什么意思啊 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 期待下次会面 等一下 几天后 就是这个月的学院工休日了 你如果不回家的话 要不要和我一起在岛上逛逛 抱歉 我第一次上住宿制学校 母亲很担心 我已经答应她回去了 奇怪 和原剧情不一样 这样啊 那我们约下次好了 几天后的工休日 男女主角 将一起遭遇第一次危机 按理来说 男儿应该也在岛上 这是不是说明 也许男女主角 不会遇到危险了 夕阳 要不 我们还是留下来陪你 对呀 回家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们还是快滚吧 本事也需要你们陪吧 我早就有安排了 是在说那个吗 只可能是那个了吧 那我们走了 注意见 注意安全 有事给我们打电话 别每次都当我是三岁小孩 少啰嗦 快走吧 刚才那位就是姬家的少爷 确认完毕 男儿确实离开了 现在只要确保女主做完兼职之后 安全返回宿舍就可以了 哦 这边也整理完了 辛苦了 占有你公休日的时间 真是不好意思 没什么了 反正我在学校也没事做 唉 你爸妈也真是的 一个月才放一次公休假 都不让你回去 路费才几个钱呢 没办法 家里穷吗 对了 我做了肉饼 不嫌弃的话 拿几个尝尝吧 哇 好香哦 谢谢丁奶奶 对了 陳恒姐 我们没做的 hero 我们这些女主 在线城中 要你拿 identify 然后sound 来 看 这状 nos Paint 任天 可以stop 温暗 在那里也一切顺利吧 怎么会 凯撒不见了 烈烈绿枝岛中 男女主角感情的初次升温 源于一只名叫凯撒的狼的失踪事件 那是男主角于一年前偷偷收养 平时限制在远离人群活动区的 另半边岛上的伙伴 是无法离开绿岛的男主 秘密地陪伴着 然而发现了这个秘密的男儿 私下放跑了他 饥饿并被喂药的凯撒 遇到了正在吃肉饼的女主 洗尽了他 当然了 微景时刻被及时赶到的男主英雄救美 现在剧情发生了一点变化 但应该不至于有太大影响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跑什么 不是吧 跟丢了 不只能 慢慢转过身来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不说实话的话 我惦你了 抱歉 让你误会了 诶 洛 洛千语 原来是散不出来正好同路吗 对不起 前两天看到奇怪的黑影 害我一身一鬼 没关系了 那个 我们既然碰到了 就一起走吧 嗯嗯 上次 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妈呀 差点又被我搞砸了 还好虚心一场 刚刚好像跑太急 有道脚了 抱歉 等我一下就好 糟了 金奶奶特意送我的肉饼 别动 怎么会有狼 不要慌 你一旦露出害怕的样子 他就有胆子攻击了 慢慢往我这边移动 希望准备的东西有用 果然 金属敲击声 会让他害怕 我们不怕你 不想受伤 就赶紧离开 好帅的女生 是我的话 早就吓得走不动路了 他怕响声 你刚刚的防狼气 应该有警报声吧 拿出来试试 嗯 嗯 凯撒 你在哪里 凯撒 什么声音 很好 我们就这样拉开距离 离开这里 凯撒 你可真是会跑 不是告诉你 你不准来这边吗 七旭遥 陆轻雨 地点明明变了 这笨蛋竟然还是出现了 这么紧张的样子 吓到了 说句好听的 本少爷帮你把他赶跑 怎么 小心 还好缝着 凯撒 玄珠中男主 就因为疏忽大义被狼袭击 女主即使扑倒了他 两人因此有了亲密接触 喂 洛千玉你干嘛 他不咬人的 白痴 你没看出他不对劲吗 当心 现在 看出来了 凯撒 白痴 都跟你说了不对劲还硬来 洛千玉 我好歹救了你 你不说谢谢就算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一手怎么样了 伤得重吗 一天功夫全白费的态度 明明要保护你们两个 却让你受伤了 流了好多血 好痛 好像还有点头晕 赶紧送到家医院吧 痛得走不通 看来要你扶着再见了 你真的不是伤到脑子 温情 可不可以麻烦你来扶他过去啊 这倒是个增进男女主管 尽的好机会 可以是可以 我拒绝 洛千玉 你可以送那个性情的 就不能送我吗 别闹了 我扶他扶不都一样 差别大了 洛千玉 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 所以 我可不要别的女人了 原来 她们是这种关系 对啊 猜想起 我刚还崴到脚了 没法帮你了呢 等等 不是 听我解释 她瞎说 这白痴突然冲什么风 痛 锁吧 温情 你也一起去吧 看看你的脚 不 不用了 我回宿舍摸点药就没事了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回主校去 我可以收留你 你一个人万一再遇到那匹狼怎么办 虽然小说中凯撒跑掉后 没再继续袭击人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机 没关系 我还有这个 我能应付 那就送他回去 反正这里离平民校区也不远了吧 这家伙 突然变得这么好心 不用了 你的伤比较重要 作为交换 凯撒的事情 请你不要说出去 否则 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